大家好,歡迎收看爆血淫霸HC台灣戰第四季 Day2的賽事喔,我今天主播阿吉 大家好,我是巴洪克 好,那今天我覺得昨天如果有看過這場比賽 應該覺得怎麼賽事進行得非常快速 對 跟大家講,今天第一場就不會像昨天這麼快了 其實昨天也是很多強隊 對,像是TFC,還有一個蘿莉 雖然他的名字比較陌生 但是其實裡面的成員都是一些老面孔 對 他們裡面比較特別就是有一個韓中醫嘛 對不對,我們昨天有稍微介紹過了 因為我之前在看實況的時候 永遠的韓中醫都是Rich跟L5的SDE在爭奪 這個是我印象比較深刻的 畢竟是台灣第一個拿到韓中醫的 韓服,要特別強調一下 韓服 沒錯 警醫 其實印象蠻深刻的 因為我只拿過警二 你只拿過警二 聽說我們有一個時空旅人R怪 也曾經拿過 不過好像是台服 台服是不是 好,那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的第一場賽事 我覺得非常漂亮 我覺得今天第一場可能會有一個拉鋸戰 就是ASH要打DFF 對,DFF其實也是常常參賽的隊伍 對,我對DFF最大的印象是在HGCC第二季的時候 他曾經差點擊敗ST 對,其實打的也是難分難捨 其實是很有潛力的 對的 好,那今天第一場對上ASH要對上DFF 第二場則是ST要對上GUP 那GUP這一個隊伍的話呢 我看到隊員名單裡面 我有記得一個阿茲莫丹王 就是我記得他在很多賽事都看到 在HGCC第三季的時候 還有在巴默特杯第一季跟第二季的時候 我都有看到這一位選手 不過這個GUP他們 隊伍名稱沒有這個UP 可是為什麼自己縮寫就加上去了 沒錯 好,我們來看看這次賽事獎領 有第一名可以獲得新團60萬元 而且可以代表台港要參加 暴選引爆HGCC的總球賽資格 第二名則是30萬元 第三名則是15萬元 第四名則是10萬元 那 這一場 今天的第一場我覺得是驚人重頭戲啦 因為ASH這一位 這個隊伍來講的話 他其實已經在台灣算是相當老牌了 大概已經成軍兩年 雖然說中間有可能有一些人員的替換 而且也是最早 這個拿到冠軍參加BizCon的隊伍 對的 那他們這一次呢 有一個新選手 他叫什麼 36 36 喔,36 你說最後那個叫36 對 36的英文 36 沒錯 好,那另一邊呢 Dino這一次呢 他有 回到他原隊伍去做參賽 就是這次的DFF 上次他們是叫WASK 對 然後這一次呢 DFF回歸 因為他上次是想要播報嘛 但這一次我聽說 他非常 認真在練習 認真了嗎 每天都練8小時 哇 對 練到女朋友都抱怨 抱怨了是嗎 對 就說都沒有時間陪我 類似這種話 然後他 我有看他一模一樣 他上面就有很多 正向的人 正向的一些 想法 就是說 這次是他衝擊夢想的機會啊 之類的 其實上次都 面對SD都打的並不差了 那這一次 提升了這麼多練習量之後 看來非常的 我是蠻看好他們的 我先沒有講完 我先等你 因為我是覺得他們上次其實 雖然我昨天沒有看比賽 對 不過我昨天開台的時候 觀眾跟我說 你穩定發揮 不是我不是我 是阿怪 是阿怪 你看錯人了 是阿怪在聊天室 穩定發揮 可是上次感覺你已經 打敗了他 你是說 我們播那個HELLO FIGHT 對 那個是意外 其實這世界上 永遠都需要一個 毒奶王 不是我問一個問題 他其實就像那個頭盔 奈奧祖封印在裡面 然後你擊敗了他 所以我帶上去了 對對對 你已經把他擊敗了 所以曾經是阿怪帶過 現在只是又回到我頭上是不是 對 他已經被你封印起來 太恐怖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地圖選BAN 好 這邊來看一下 第一張是這個 HPEAK的 練習聖壇 然後DF則是BAN掉的 詛咒古地 然後 欸不不 DFBAN掉的這個巨龍俊 然後核武戰帝則是XBAN掉的 然後第二張則是 詛咒古地 由DF的PICK 第三張地圖 最後是由這個 諸侯之木 就是由這個 Ash來PICK 其實Ash 選的他們都是 自己很喜歡的一個 打架圖 對的 像是練習聖壇 諸侯之木 那BAN掉這個核武戰帝 沒錯 不想給你放招 自己也不擅長處理這樣大型的圖 其實從之前的比賽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邊 DFF直接是PICK的詛咒古地 感覺有放招的味道 其實我覺得第一張地圖 是大家現在目前最常見的一張地圖 例如聖壇 因為他幾乎是 我認為還蠻平和的一張地圖 就是他前面的地圖機制並沒有非常強 我可以選擇分推 可以vacation的做一些特別的打法 他比起這個 以前的這種熱門堵天空神殿 對 多出了更多這個反打的機會 對 你如果前期劣勢 還是可以通過會戰 沒錯 或者是一些幻線調度 去爭奪這個機制 沒錯 那天空神殿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現在 已經打法開發的越來越純熟了 是的 你只要前期一個劣勢 後面很難再追著回來 沒錯 而且這張地圖 剛好天空神殿 他的地圖機制非常強 好 那來看一下第一場的地圖ban選 那第一張地圖則是 我們剛剛說的另一聖壇嘛 那我們看這邊是DF先ban先選 好 那你覺得這邊第一手會直接ban掉 像原式這樣高機動性的刺客 呃 ACE他們好像 原式玩的不多 對 那我覺得在 在打比賽你一定要去針對對面的選角 擅長的角色 對 看他們能不能夠了解ACE這支隊伍 對那我對ACE這位選手 這一支隊伍的了解 他們隊伍的輔助奧利爾其實玩得非常不錯 滿穩定的 而且ACE他們在這種圖 這種打架圖 很喜歡用 研磨 研磨 研磨其實現在不知道為什麼比賽上 比較少見啊 畢竟被砍得太兇了 對他一出就一直狂被砍 對 超慘的 來這邊看一下這邊剩三秒 要ban什麼 想非常久 得哈卡 是一個比較 比較萬用的一個ban 沒錯 因為得哈卡目前在大型地圖來講的話 他的圈圈其實有一定的作用 而且他輕線也快 對 那ACE其實在之前的比賽 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在會戰 其實是表現得不錯的 對的 但是在一些多線的處理 跟地圖的一些控制比較薄弱 沒錯 那被ban掉得哈卡 是不是因為DF能夠 之前有做過功課 還是他們有另外的戰術 應該是有 因為就像特哥剛剛講的 基本上打這種比賽的選手 一定是賽前會對對手充分的研究 他們背到這一次可能是有一些 深層的用意在 對 那其實台灣的比賽不是那麼多 所以他們要 比較了解ACE這支度 只能從之前的一些經驗來看 對 首選商雅這個是蠻特別的 對 因為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很多都是首選 比如說像奧利爾這種強力的輔助 或者是 某一些核心單位 像桑雅這隻角色 通常都會落在二三回合的時候 才會去做選擇 對 那這感覺就是要跟你打正面 如果桑雅能夠上幾件裝備 我覺得在這場圖還是可以的 是的 那你覺得這邊 是會不會選擇奧利爾 再加某一個後排 奧利爾現在這麼OP 我覺得該拿 對 因為他目前來講的話 他這次老實講我沒有覺得他被nerf 其實還好 對 但重點就是他跟這個後排的搭配 讓他變得非常的麻煩 沒錯 好 奧利爾跟蜂合怪 這邊奧利爾拿很正常 蜂合怪其實目前來講的話 真的勾得好 也是不錯的 對 我藏了一手後排起來 沒錯 那如果你 這個雙 兩個裝備 配上桑雅 單後排又是一個狼人 或者是薇拉的情況下 我自己的後排可以上這個 卡西亞 來搭配奧利爾 沒錯 好 這邊來看一下DF怎麼做選擇 這一手的話我覺得相當關鍵 因為 現在來講跟桑雅搭配的 我覺得這手應該可以拿個輔助 我覺得霧射怎麼看 我覺得桑雅很需要塔薩達 塔薩達 對 塔薩達可以先拿 那 對上粉紅怪的話 其實狼人也是不錯 如果有主動子彈的話 對的 這邊就看一下DF怎麼做選擇 因為他如果這樣 假設如果真的照特克這邊講的 他拿塔薩達跟 呃 但其實這張圖 因為他的機制的關係 所以其實法師是可以上場 對的 像這個開薩斯瑪 對 這個每一手都想到最後一刻 喔 馬瑟爾跟葛麥爾 喔 這裡是要上三前排嗎 可是這個亮牌有點太早了 我覺得 沒錯 其實我覺得這手也要再藏一下一下 就是 他等於是把所有的核心都已經先亮出來了 對的 通常在這個地方應該是像你說 可能拿 可能你走一個雙斧體系 你這邊拿一隻塔薩達 後面他可能BAN你某一隻 某一隻 某一隻輔助 你還可以再拿 比如說雷加跟無色選一隻 然後你這一手可以BAN他卡西亞 對 不過馬瑟爾 加入這個三前排其實也是可以的 那這樣的話他們會需要一個 控制比較多的前排來讓 這三個核心點做輸出 對的 那這邊S則是BAN掉了這個卡爾薩斯 其實在目前的很多比賽的講話 卡爾洛斯 卡爾洛斯 就是蠻多人 我們都可以在高端的天氣對局看到這隻的出現 而且比賽上 這個角色其實蠻OP的 對 他雖然腿短 沒錯 你跑的時候追不到你 但你也不太能打我 因為你一打我我就可以把你拋回來 沒錯 用得好真的很麻煩啊 對那他又很硬 對的 有這個護甲在 你要殺他也不是那麼容易 對的 好這邊第二個則是BAN掉了塔薩達 那這邊S來到了第二回合的選擇 目前來講話 你覺得這一手 他們都拿出這樣 你覺得卡西亞什麼可以拿了 喔 小路 小路 小路的話 我覺得前期 不是打會戰不是那麼的強勢 對的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到小路對方有狼人嗎 就是其實我小路第一時間 不小心把技能太早交掉的話 有可能會直接被狼人做一波 不過H這邊果然是選擇很喜歡用這個炎魔 確實 這張地圖其實炎魔還不錯啦 就是他在 輕線上不錯 吃骷髏也不錯 我還記得上次他們在 打這個ST的時候 炎魔發揮的其實很亮眼 對的 這邊來看一下喔 其實目前來講 X還藏了一手 這邊 可以再轉一個 可以再轉一個前排 也可以再轉一個後排 看他怎麼做選擇 那DF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他已經把核心都亮出來了 就是馬斯爾跟 對那他這個核心的話 其實非常依賴他們 接下來要選的這個坦克 我覺得接下來這坦克的選擇非常重要 這一手吧 太熱了 居然是太熱了 加雷加 這樣感覺控制不是那麼的夠 我原本以為雷加那個位置可能會改成 無色 來增加一點控制鏈 其實我覺得阿努或者是牛頭都不錯 對 他是不是想要打一個就是全部突進 然後插無敵 這樣也是可以 可是你等於是要把這個強勢騎拉到十燈以後 對 那如果你是一個牛頭的話 你前面就可以打得非常之兇狠 在小路比較平落的時期 沒錯 其實我覺得像你剛剛講 其實我覺得他這一手 我覺得加個這個阿努巴克其實還蠻不錯的 他的 他兩個控制記載嘛 對 那你全部都是突臉 我可以綁你奧利爾 也可以綁你風格怪都可以 沒錯 哇那這樣其實感覺上 要上十燈才有的打喔 最後一手是克羅蜜 這一手你怎麼看 如果他的位置抓得好的話 其實不太容易被對面抓到 對面其實這種要抓克羅蜜有一定的難度 沒錯 那這個克羅蜜我印象蠻深刻 應該是這個三六使用的 我在天梯還蠻常遇到這個玩家的 他幾乎都是以專家 或者是比較冷門的後排為主 對的 比如說這個阿芝莫丹 阿芝莫丹 了解 這個十人妖 這個朱爾金 朱爾金 對 克羅蜜 其實他玩這些角色老實講 還蠻吃進退場觀的 對 對 尤其是克羅蜜的位置 他如果不小心被抓到是蠻危險的 沒錯 那他既然敢在這張地圖拿出來的話 代表他可能就是對自己的克羅蜜走位這樣有信心 而且我們剛剛看到了 這邊S陣容來講的話 他是單前排嘛 一個勾斐 可能要 因為一個勾斐你要保到合牌其實比較困難 對 他本身就比較不是屬於那種保牌型的英雄 那勾斐的話 其實他對付對面這樣的陣容 其實膽子或者是吞這個馬射都不錯 沒錯 那這邊兩邊這種人選擇完別的慣例 特哥你會覺得你比較看好奶 對 這個我已經 我已經 我已經 有很多這個經驗了 我不能這麼快的 下判斷 你也不能問我啊 這重點不是我 不是 你要先說 你先說如果我在錯 如果是我錯 那就是我奶 對不對 這怎麼 我差點被你 帶到亂掉 好來看一下 來 D他們在開著 第五左邊 那這邊 魯羅米 則是選擇 紅龍怪 三六 則是選擇 克羅米 果然 瑞波小智 就是選擇這個 奧利爾 阿法 則是魯羅娜 布魯瑞 則是炎魔 地圖右邊 紅方 那這邊 則是DFF C則是選擇這一個 雷家 然後 Fish小魚 則是選擇 鬼麥恩 Dino 則是選擇 泰瑞爾 阿薩斯 其實他上次的馬瑟 玩得不錯 看他常常在 而且我覺得 DFF可以選擇這個 審判加 桑牙的跳 來針對 克羅米 那 只要會戰的地點 挑選的好 沒有在炎魔的 龍火之星範圍內 就算奧利爾 給了水晶聖域 克羅米的位置 只要變招了 三前排 還是能夠擊殺他 沒錯 這邊 所以通常大家會覺得 有水晶聖域 你用充臉 並不好 但是針對克羅米這樣的角色 他位置只要沒有辦法調整 是很容易 吃到水晶聖域 還是會崩壞 沒錯 畢竟他體質平弱 而且他又沒有什麼位移技喔 被抓到 但是你要小心的是 炎魔龍火之星的位置 如果 你這樣的充飲陣 不能夠挑好你的開戰地點 很容易就被制裁 對的 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一開始是一個 四人中下的洗線遊走 那上面則是讓炎魔去對抗馬瑟爾 那這邊則是商雅一個人在撐中路喔 拿其他三個在下路來做實現 商雅在中路是比較特別的 對的 通常會 這個馬瑟爾跟商雅 以上一下 對的 那中間三個人看機會 做一個跑線 這邊可以明顯看到 在前期DFW來講的話 他們比較不敢做一個正面教材 因為在火力上其實沒有好 這邊有機會造成一波擊殺 一個漂亮的反Q 不過在前期這個血樣的壓制下 很明顯看到DFW上面就取了一點優勢 我覺得DFW可以嘗試做一下試探 打打看一下兩邊會戰能力如何 不錯喔 這邊DFW位置還有插件 但這血樣被削減的越多 有勾到漂亮 哇這有點危險 不過這個圖騰插的蠻漂亮 對的 目前看到這邊 其實S他必定走一個四人遊走線 其實克魯米相對來講非常安全 那上面這邊也沒發現 張亞上去做Gank 直接往下走 這邊還是先吃中路的線 因為 現在是兩邊看誰線上四等 就等 哇第一隻爆滅魔就是秘法 我覺得這一隻爆滅魔是影響最嚴重的爆滅魔 喔這一個漂亮的 Gank有擊中喔 目前血樣的壓制來講的話 S的 S把他們的血樣消減是蠻多的 這邊Poke吃的非常的多 如果不能直接一波打穿的話 這樣Poke會吃不消 對的 而且沒有人去看克魯米的位置喔 哇這邊DFW的血樣 感覺像撐不住的瑪瑟一個進場 但這邊 這邊魔鬼能扛住嗎 欸扛住了 哇糟糕這個瑪瑟要爆開了 其實這邊火力有點分散 對的 那感覺上這個第一個暴虐魔應該是有一心拿到手 其實兩邊的這個 骷髏樹非常的接近 我覺得還可以再打 不過這裡DFW選擇了放棄 直接是帶了一隻野 對其實他這段也是蠻果斷的 所以第一時間就放棄了 然後直接吃中間這個野 然後下面健身趕快來做一個取得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第一個暴虐魔很關鍵 你用三個人去守其他兩路的經驗還是要吸 直接跳進來 爆牛魔有點兇 不過瑪瑟在對付這個爆牛魔還是不錯 不錯 那這邊我覺得其實這三組 這一組傭兵也是有奇效啦 只是在側面一直做擾亂其實蠻煩的 那這邊第一隻爆牛魔我覺得 你只有掉一根門牙 好 明搶算快兩根好了 我覺得這是合理的交換 因為小路跟克羅米他在拆塔其實 不快 對的 那這邊一樣上路又回到了 瑪瑟跟這個野魔做個單線壓制喔 其實只要DFF前期能夠拿幾個機制 就是S他們在防止這個爆牛魔是很慢的 沒錯 可以有機會滾出一個比較大的雪球 對的 其實我是覺得S這邊有太多人需要保護了啦 就是你小路小路也要看守衛 炎魔也是 對對 10等以後比較看DFF的發揮 如果不能好好限制這個 克羅米的話 給後排壓力會很難打 沒錯 剛剛其實會戰看起來DFF開戰有一些遲疑 對的 沒有在最好的這個時機做一個開戰 沒錯 因為其實畢竟你打這種沖排型的陣容來說 你真的該開戰就是不要遲疑 要直接去打 因為你那一個拉回0.5秒 你可能就被削減了幾百隻血量 對開戰要快 真的不能打就撤就放 都沒關係 重點是你的開戰要果斷 沒錯 這邊 我發現下面 一個傷害直接打在三個身上 半血 不過這邊實際就不可能 目前來看 其實這邊的野野節奏拿得還不錯 等一下應該要去開上面這一組 這一組這個薩滿 上面壓線壓得很兇喔 直接被逼迫喝了一口水 那這時候的第二個暴力魔開啟在中下的位置 那這邊抓點時機來吃一下這個薩滿 其實兩邊經驗咬的差不多 對的 其實我覺得像這種地圖上的這個用兵控制 其實我覺得吃的時間蠻關鍵的 像這時候你吃的這一組薩滿 你在中下做那一組暴力魔增強的時候 其實上面就會換到很多優勢 對那地獄如果要應對的話 必須要加緊這個機制的速度 對的 所以克羅米斯有大招了 對的 這地獄最會突入喔 哇這邊直接地獄被逼開 那馬瑟這時候到達現場但是有點慢了 欸這個放的位置好像沒有很好 不過沒關係喔 欸這個黏到了對方的奧利爾喔 就覺得 紅隊這邊太怕了 三個前排就是要衝上一堆屍的 對的 那你被壓成這樣的話就只能放掉 趕快去收上路線先上10等 對現在我是覺得他們現在很虧啦 上面的傭兵已經推進去 已經在磨那個門牙了 然後這一組幫我們又送給對方 對你這時候調度狼人去上路做一個換塔 我覺得是比較實際的 唉這早該這樣衝可是太慢了喔 這磨在扛住了 馬瑟從下面做一個突入 這邊第一時間有沒有機會做一波擊殺 就是泰爾先死這邊有機會換到磨合怪 但是機制開了你卻換成這麼殘的狀態 我覺得不太好 那上路的兵線又沒有能夠即時的掌握 我覺得 就剛剛覺得有個地方很可惜 第一時間其實我覺得像太瑞這種英雄 他一前期他就是不怕死 反正我死了我還有特性 其實他應該要帶領他的這個 其他的前排往前再做更深度的壓制 那剛剛在狀態低下的時候 我覺得狼人跟桑雅如果能夠調路到上路換塔 在對面這個機制吃的這麼慢的情況下 在他們一定會跟暴虐猛跟著下路 那你換的時間應該是能夠剛好一起互換一個外塔 對的 那這個暴虐猛其實還不錯 拿掉下面的外塔 然後直接等差拉開快一擊 喔這裡小路點了一個藤蔓 似乎是覺得前期的輸出環境還蠻穩定的 對 他竟然沒有點 喔這裡桑雅點了狂戰士 我覺得 不太好 我覺得不太好 因為他只要抓後排 這邊主要子彈偷偷空了一波 不錯 那佛龍怪又點膽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 狂戰士可能 不是那麼好 貼後排 對的 其實這邊盧米對他來講很簡單 他就是有沒有勾到沒關係 對方趕突入我開膽子 直接讓你全部的前排都鋪入膽子那邊 然後只要克羅敏不要被抓到 其實MDF超難受的 對 不過瑪瑟爾再加狂戰士 其實 這個輸出很夠的 對的 看一下這邊喔 那目前雙方的堅持只有半等差距 我覺得還OK啦 這是一個非常可以翻盤的等級差距 那這時候帶掉上面的傭兵喔 轉中來做一波推進 下面 這邊等於是換傭兵 這個Poke還不錯 這小路這麼兇 這太兇慘了吧 直接從 太熱的面子走過去 那上面這組傭兵還是要清掉 因為薩滿在這張地圖來講的話 是非常強烈的傭兵喔 先點本體 差不多第三隻傭兵要開啟了 那這比S是很有機會直接上到13等 我覺得應該有機會先上13等來做一波開戰 好那這時候第三隻傭兵要開上路喔 這邊是想要先去下面做清線 他有6秒 這邊就是像特哥剛剛講先上13再說 本來不急 不過這邊跌不非常快速的壓制 這裡騙想要推塔嗎 這邊通常來講應該是去那邊先搶不龍 不過把炎魔的龍我之音騙出來了 我覺得這好像開得有點早 對 喔這個還 這個太有自信了吧 大招這樣丟的 打得很殘 不過紅隊是沒有水池的 沒錯 不過我覺得這個大不太應該交 這也要硬打嗎 哇直接給先祖這 然後泰勒並沒有第一時間進場 對這個 雙棒的大招都是腳的無情多 哇這邊小魚第一時間被擊我 哇這無敵太慢了 其實剛剛有那個先祖也不一定要這個無敵阿 哇這邊第一波交換 達到一波急殺 現在一個靈幻一 這邊馬瑟 馬瑟 馬瑟目前的血量有點殘 被一波爆發 打爆 然後這邊研磨進場 這邊要全部退場 糟糕 桑牙的血量有點殘喔 小爐子都傷害非常爆炸 哇DF5這個開戰非常的奇怪 我只能這樣說 那你在沒有一個控制的陣容的情況下 泰瑞爾是必須要Q到對方的後排去卡位的 沒錯 那你如果一直在正面 你擦撐的話也沒有用 因為對面退走 對的 但是在做拉扯是非常吃虧的 而且不太明智 對 因為我想說 一開始這個研磨其實被騙到龍火之星 跟他的這個大絕 其實我覺得真的蠻危險的 DV如果不能夠改變他的打法 我覺得這場是幾乎沒有希望 對的 這一波 這邊 AXY的輔助和暫停喔 那這一波壓制相對來講很重要 因為目前來講的話 已經來到了一等半的殺劇 那夾帶這一隻暴虐魔 其實很容易滾到一個兩等的殺劇 對 而且還有機會把上塔拿掉 其實感覺這個AXY的後排 沒有遭受到什麼樣的 任何的壓力 對 我原本在想 因為其實他們 真的能突進到後排只有兩個角色 就是馬瑟爾他的 他的一要先中 還有就是 泰瑞爾的插間 但是其實剛剛他們的打法 其實相對來講 變得有點太過於拉扯了 沒錯 該衝的時候其實沒有第一時間衝上去喔 然後再加上剛剛其實會戰 因為沒有水蛇關係 他可能覺得先把血量拉起來 先叫的先阻 然後狼人現在第一時間莫名其妙被抓掉 這超虧的 而且你必須要想的是 你先不要想能不能夠殺掉對面的任何人 對 你必須要貼到對面的後排才是最重要的 沒錯 那你居然選擇了聖化跟狂戰士這樣的大招 對 那你就必須要用前排去繞背卡位 沒錯 不然你從這邊打的是完全沒有效果 對 商牙應該要從 我覺得商牙要藏起來 對 商牙跟馬瑟都可以繞背 我覺得對面的殺傷力都非常大 那泰瑞爾插間進去聖化才是最好的 剛剛其實在外圍去追逐狂魔怪的聖化是沒有效果 而且也沒有保到自己的輸出 沒錯 畫面回來了 這邊直接先拿兩個門牙 好吸引一下暴龍往前做個跳躍 目前這個血量控還可以 一直勾空掉了 被彈回來 可是感覺上應該是選擇拉車 因為這個暴龍魔血量有點少 這邊看一下 這邊算是玩手 但是肩子被拉開快要兩等的差距 那這時候轉中來請這一組傭兵 我覺得等下要看DF 就像剛剛特爾講 馬瑟爾或者山爾 有沒有哪一場回戰是從後面出現的 然後協同泰爾來做一波強開 對 哇 那這樣的話 其實DF現在在處於空轉的狀態下 三線都沒有收到經驗 那對面中路有塔的情況下 開戰是不好的 沒錯 因為克羅米能夠歸在塔內 這裡直接偷野嗎 這個也蠻有想法的 那這邊第一時間 還算是偷到了 剛好這時候S全部都集中在中下路 那這樣的話 偷到其實是可以利用這個傭兵快速的 推到上塔 沒錯 那這邊全部往上做一個集結 但重點現在S要上16等了 這邊推台蠻被留是有點危險的喔 炎末還在後面 不過這一個殺成暴 對我非常好 喔這個馬瑟爾進場 但是這個大好像沒有什麼用 哇糟糕了 我覺得這邊要被留了 這個漂亮 直接秒殺對方的桑雅 馬瑟爾進場 但是其實隊友都退了 那他也只要退 這個小路要開啟無裝模式了 這有結果暈到嗎 這邊加無敵 哇這應該是沒有任何作用 其實我覺得這時候都會死 我覺得不要浪費 對 就是不要浪費這個無敵啦 因為 除非你的Q是轉好的 你可以直接Q轉 沒錯 他這個無敵 70秒CD其實蠻關鍵的 下一步會在開啟前 如果無敵沒有轉好的話 其實我覺得DF基本上 是沒什麼機會可以打 那機制又開啟的情況下 只能再放給對面 哇這邊連帶中塔 又要再拿這個暴虐魔 我突然覺得這一場 這個SZN的優勢是無限大的 如果DF沒有改變他的 打法的話 我覺得 真的很難打到後面這兩個 這兩個後排 基本上會覺得DF是沒什麼機會 對所以我剛在選角一開始就說 既然你們三個核心都亮出來了 接下來你們的主坦選擇就會非常重要 對的 不包括主坦的選擇 還有他的這個打法 如果泰瑞爾他不夠侵略的話 其實這三個點都很難發揮 沒錯喔 好那這邊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邊他只能先忍耐啦 先上16等再說 對 16還有機會 就是 在這個暴虐魔跳完之後 你直接開戰 直接繞背做一個開戰 好那這邊看一下中間這邊 這邊其實很關鍵喔 守得好是有機會 抓到機會去做一個反打的 剛上路其實炎魔好像開過龍我之星 對 那 這裡我覺得你再不開就 後面可能就要打一個20等會 欸這桑牙被勾到了 不過這時候 哇我覺得剩話差太早了 太 我也去差太早了 準備要講想說可以在摩一下下喔 對 而且重點是有人被釘在後面阿 葛倫麥恩唯一的輸出 哇 糟糕糕糕了 我覺得 泰爾應該要先倒了 不過第一時間有換到 炎魔嗎 炎魔大絕有交出來 桑牙持續開墮 第一時間收到對方 桑牙這時候是一個 二換三喔 還可以接受喔 哇 這個雷加 呃 尷尬 尷尬 我覺得有點尷尬 沒錯喔 其實 早點衝嘛 對 為什麼要打到15分鐘呢 才願意這樣子 其實這個陣容就是要打得暴力一點 對 其實我們剛剛看 他剛剛的生化已經焦躁了 而且還有這樣的效果 如果他今天生化是掐 掐得特別好的話怎麼辦 對 是不是已經可能一個零換三 那其實在有結界的情況下 泰爾爾16等結界的情況下 他做多點繞背去卡位是可以的 對的 剛剛那一波其實我覺得 第一時間進場不錯 但是 如果泰爾爾的大再省一點點 而且剛剛的重點 其實讓人被卡在後面 對 沒有第一時間跟到 對 不過可以接受啦 剛剛那個算是一個蠻大的 DX的情況下 還是把堅持咬著 對重點是中路的內寶是守住了 對的 不過這裡 其實剛剛並沒有賺到太多的東西 所以 還是一樣有一個一等的等差 我覺得這邊 待會的機制就是一個18打20 對 我覺得DX要忍辱頭神 你必須要現在就開 不然 雷家的位置 雷雷雷雷 對岩魔一次砸到兩個 砸到狼人跟這個雷家 對的 直接打殘對面 好這雷家應該也是要死的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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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發揮 意外 好 這個應該可以瞬間待中打 不過重點還是 剛剛 雷家做一個引誘非常漂亮 但是卻沒有人繞背去 截對面的後路 沒錯 因為你就算截不到人 你也可以壓制對面後白的走位 剛剛三個人都從正面是比較奇怪 我這邊要一波有機會嗎 開啟龍火之星 感覺上OK喔 傷害夠 不過 小赤的血量有點慘喔 這兩個後白其實拍主寶不夠快 看一下雷家 如果他能夠活著 我覺得還是能打 這邊有無敵喔 這邊有無敵喔 我覺得有機會守住喔 好像沒有沒有 這應該沒有 看這血量 傷害沒有Q到任何 對 好 那第一場是由 第一場比賽的勝利喔 我覺得DF這一場 前期打得太歸縮了 對 其實他們在面對小路 克羅米這樣陣容的時候 前期並沒有能夠打得輕率一點 沒錯 蠻可惜的 因為後面其實後面兩部會戰 他們就有開始 比較敢往前做一個壓制了 對 那桑雅在選擇狂戰士的情況下 通常都是會上一些裝備的 不錯 不然他就是會點跳 在三線牌裡面 對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要能夠掌握到現在的META 是很重要的 是的 像我一直覺得 像他們右邊DF的BEN選角 有點算是想拿自己想要的陣容 沒有到完全是看對方的陣容去做應對的 對 像他們第一手就拿桑雅 因為桑雅畢竟 你可以先拿 但是後面還是要有一些裝備 第一手拿桑雅是蠻奇怪的 沒錯 拿後面也太早亮馬瑟爾 像他如果馬瑟爾沒有那麼早亮 留在後面一點選 對方說不定還會有點迷茫 不知道你要拿什麼角色 其實他們這場陣容 對面不會拿桑雅的話 其實桑雅沒有必要那麼早拿 對 反而是馬瑟爾可以先拿 是的 然後後面其實像泰爾爾的位置 我覺得換成艾爾巴克還蠻好的 因為艾爾巴克打克魯米 也蠻給力的 對 其實你全部從側面衝進去 那縫合怪或是奧利爾被綁 對面就比較難處理 沒錯 其實三個前排都非常的 的兇猛 其實你只要一個人定一個後排 我覺得就夠了 對 但很可惜 剛剛就是 我覺得啦 可能是 看起來應該是他們有練過才對 但是打得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兇 對 因為我覺得你真的拿泰爾爾 不管前中期後期 你又要夠兇 因為他畢竟他死了 他的特性才會出現吧 而且其實他一開始進去 他有一瞬間是蠻硬的 對 那在沒有這種強控的情況下 卡位是很重要的 泰爾爾爾必須要 Q到後排去卡位 沒錯 那這邊一場我是覺得 打了一個充牌陣 但是沒有去烙背 對 並沒有做一個破陣的效果 對 那你就算衝進去 不能夠 擊殺掉後排 你也可以限制後排輸出 你也可以去卡住 對面的坦克 但是如果全部都堆在前排的話 這樣子對面的後排會 過得太舒服 沒錯 剛剛其實很明顯 這個克魯蜜好像 完全沒有任何人來煩我 一個人想丟什麼招 就丟什麼招 毫無壓力 然後小鹿其實也還好吧 光明之大 從人家坦克門走出去 也是太囂張了 對 好 那下一張地圖呢 是這個詛咒古地 我覺得這張地圖其實 呃 滿經典的啦 而且他有很多戰術 在這張地圖上面 有一個演變 那這個圖其實是DFF選的 那他們可能有所準備 對的 你覺得會不會出個阿巴瑟 我覺得很有可能 因為這張圖阿巴瑟確實是不錯 沒錯 那其實S是不太擅長這樣的大圖 對的 如果不能夠在這個圖拿下的話 其實就沒機會了 沒錯 我覺得有 我覺得上次看這個DFF的比賽 因為他們其實這次 就是跟 只是更換名字 跟Dino下去打 事實上他們在上一季 跟第二季的時候 他們表現一直都不數啦 對 對 已經連續兩次打進了八強 然後最後還有 我記得上次還打到四強 對 只是不 不是那麼的穩定 對的 我覺得要趕快找回他們自己本身的節奏 因為目前來講的話 我就覺得說 其實剛剛 打起來的感覺就是 在會戰 因為 H來講他們本身就像剛剛特克講的 H不太會打那種大地圖的 動線調度 他們比較喜歡打 陣地戰 還有就是 平凡的交戰是他們比較喜歡的 那 其實我覺得這邊DF 如果對他們 對 H這個隊伍 因為H已經出賽太多次了 從第二季到現在 他們幾乎是維持了原版人馬 只有這次又改了一個36 上次換了一個Ludumi 那 應該可以對這個隊伍 有所去研究才對 對 沒錯 尤其是我剛剛講的這個炎魔 對 是他們很喜歡 在這樣的圖 使用的 沒錯 一開場你就先說 這一場 H一定會拿研磨 對 他們很愛在這種圖拿研磨 那你如果對一個隊伍沒有任何研究 只是 練自己的 我覺得其實效果有限 沒錯 這個跟 這應該說練習跟打比賽 其實是兩碼式 我們之前都會跟大家分享 因為 比賽就是打針對 對 我今天知道你有某些角色在這張地圖 玩的那隻腳特別強 我就是把你BAN掉 或者是我把你先搶走 讓你不好拿到你想要拿的陣 或者是你有準備一個能夠應對的戰術 對的 就剛剛看起來好像是想要拿自己 維和性的一些體系 但很可惜沒有發揮出色 那下一場比賽呢 就是詛咒古地嘛 那 大地圖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妥善的運用 這個地圖上的一些特別的位置 去做一個全球流的選擇 我覺得還不錯 好來看一下這邊的第二張地圖 先BAN先選 是由這個S先BAN先選 這一手來看一下 這邊S的話 你覺得他會BAN對方什麼角色 我覺得 他可以BAN阿巴射 如果他在這張圖不用的話 對的 看一下喔 這個 應該 我覺得這邊其實 就是看 他們有沒有討厭 剛剛說阿巴射或是其他全球的角色 其實像阿巴射 德哈卡這些角色 S都會用 但是 他們在這樣的大圖 就是沒有辦法處理得非常好 喔 這邊第一手要先編馬射 馬射 馬射似乎是 Diviv的這個 阿薩斯這位選手 很常用的一個選擇 沒錯 我對這位選手的印象在上賽季的時候 他其實在上路出馬射 他沒有輸過 他還有壓贏過幾次單殺 其實馬射對線也不太好輸 沒錯 他的回復能力太強 好 那來看一下Diviv怎麼做選擇 其實我覺得這一手 我覺得非常充分可以去BAN 對方的奧利爾這隻英雄 奧利爾現在幾乎都會BAN掉 原始其實也可以 對 好那你BAN了原始以後 我覺得S這邊第一手會選奧利爾 你怎麼看 我覺得很高的機會會拿 還是拿奧利爾 對 畢竟是現在的META角 是的 好那我覺得Diviviv再需要 可能會再需要多一點控制 沒錯 如果你不能夠像韓國隊伍那樣 這麼精準的卡位或是精準的開戰 你控制多是可以彌補這樣的缺陷 沒錯 好這一手拿德阿卡 其實我覺得德阿卡這張地圖 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草叢蠻多的地圖夠大 他可以打個半全球流 對對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這一隻 他目前這一個角色的選擇相對來講 比較重要 看 你覺得這邊拿輔助還是拿 拿塔薩 先拿起來 德阿卡其實第一手是OK的 不過塔薩達的話 就要看 他們接下來的選擇 對 感覺上他這手塔塔是想要阻斷對方 拿卡薩達加一個維拉 如果對面先手拿了維拉加奧利爾 其實塔薩達配卡西亞是不錯的 但是S如果發現到的話 Ban掉 那你的這個Pick就沒有意義了 沒錯 對因為我可以拿兩隻角色再加一個Ban 所以其實你先拿塔薩達 想要後手針對我在BP上面來說 是不太可能實現的 對的 那這邊來講話S來說 我是覺得他目前 看對方的陣容去做應對 這一手其實我覺得拿一個不錯的前排跟後排輸出 都是一個良好的選擇 對如果今天是L5 他對自己維拉有自信 先拿了 我再幫我的維拉 Ban掉這個卡西亞 那你就 塔薩達這個Pick就浪費 喔 我這邊是拿伊利丹跟泰瑞爾 伊利丹加泰瑞爾 伊利丹其實在這張圖 跟德哈卡對線是很常見的 對的 沒錯 不過他現在的追劣是被砍了一大刀 100秒 加40秒進去變成100秒 哇那 不過這首泰瑞爾你覺得他拿的怎麼樣 不過如果要拿伊利丹的話 我覺得可以連阿巴瑟一起拿 對的 可能Ace他們 不太喜歡用 因為這張地圖其實可以 蠻大發揮伊利丹的 這一隻角色的功能 他的青野快 又可以全球流 半全球流 對 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 現在兩邊都有裝備 在待命的情況下 剩下的後排大概就圍繞在 這個維拉 卡西亞 還有小路 這三隻後排的情況下 看他們怎麼去做取捨 對的 這邊來說的話 我覺得 等一下 Ace 我說DF這邊 我覺得他很大概會拿阿薩斯 然後再配合一個控制型的輔助 比如說像烏瑟 那看這邊Ace要不要Ban掉 某一些可能會壓制到伊利丹的 這一隻角色的英雄 喔 Ban狼人 你覺得這邊Ban狼人有比較 有比較好嗎 感覺還好 我覺得DF對面這樣陣容 其實奧利爾已經選出來 再搭配伊利丹 其實卡西亞可以很大程度應對 Ace這樣的選擇 對的 就看他們有沒有練 卡西亞唯一比較不好處理 大概就小路吧 對的 因為被拉打嘛 而且他手短 他沒辦法做任何反擊 那如果有塔薩達的立場在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的 這一手 你覺得卡西亞要那麼早就拿嗎 我覺得如果不拿的話 會被搶走 對面如果拿走 你只剩下薇菈小路 就不好打這個伊利丹 這兩隻估計都會被蛋哥切包 所以BP到了自己做到這個局面的時候 我覺得卡西亞是必須要先拿的 對的 我是覺得這邊你拿一隻卡西亞 然後拿阿薩斯或者是烏瑟都還不錯 不過我沒看過DF用過這樣的角色 阿薩斯跟烏瑟 還是要放到最後一個 對 因為烏瑟 我覺得對面可能 其實對面還是能拿烏瑟的 那其實你先拿烏瑟 其實也不差 那阿薩斯打伊利丹可以 其實通常我們看到Ace的陣容 其實他們會喜歡雷加大於無色 如果以他們自己想要打陣容來講 但是無所謂 因為他們已經拿了奧利爾了 那這一手就是 我覺得他們有點不太敢賭 就DF不太敢賭 因為你不覺得他這邊 如果被他拿了這個卡西亞以後 然後DF這邊感覺上有點危險嗎 對 不過阿薩斯其實是可以打卡西亞的 這邊看一下最後一手的輸出選擇 目前輸出還有卡西亞維拉 其實感覺DF前面這幾手 亮出來的配合還可以 黎命跟竹爾金 居然是竹爾金 那這竹爾金大概又是三六玩的 三六玩的 因為他的角色就是非主流 竹爾金喔 竹爾金這隻角色 他比較特別就是犧牲血量來換取攻速 不過竹爾金的輸出其實 很痛的 他雖然很痛但是並不是那麼的快 也不全面 對的 這樣的話奧利爾的能量似乎會回的有點慢 如果阿薩斯能夠第一時間貼到竹爾金 再搭配立場 我覺得 我想問一下 其實他們的會戰主要分成兩個部分 孤色去照顧自己的後排 沒錯 針對這個伊利丹 如果你選卡西亞更好 那你根本就不用照顧後排 那其實塔薩達阿薩斯德哈卡只要能夠 封鎖住這個竹爾金 我覺得就可以了 因為黎敏是很難打得穿阿薩斯的 我這邊有個問題喔 我其實看最近蠻多竹爾金都在點這個斷頭服的 斷頭服的 斷頭服其實我記得之前有加強過 對 喔卡西亞選出來了 那我覺得陣容來說DFF是比較好的 但是 要看他們 用不用的好 沒錯 這個是很重要 對 其實卡西亞這個角色 之前 我稍後跟大家介紹 因為他畢竟手比較短 他其實瞬間的傷害是挺給力的 對 那但是就是他的距離掌握相對來講比較重要 對他的擴散跟閃電球 對 爆發都非常夠 AOE也非常夠 對的 那他自己又有一個特性可以抗 毅力丹的衝臉 沒錯 相對來說 他是還蠻克制像這種 毅力丹還有格爾曼這種 衝臉型的刺客型英雄 那如果Ace 其實他剛剛在BP上面沒有處理到卡西亞 對 那這樣的話 竹爾金其實再貼身打卡西亞也不好打 對 所以我覺得DFF可以全部堆上去 對 因為我剛剛比較意外的是他那邊BAN格爾邁爾的 因為其實照理說如果你自己的陣容拿這樣的話 通常你會BAN掉的角色是你單哥討厭的 或者是你這一個陣容會害怕的 我怕可能有一個考慮的點是 竹爾金如果有點斷的話 他其實會比較強烈 對有可能 好 那來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場比賽地圖 詛咒谷地圖 右邊紅方是DFF 那這邊阿薩斯則是選擇這個卡西亞 那DINO則是選擇這個阿薩斯 FISH則是選擇塔拉達 SAID則是選擇烏色 威廉則是拿這個 的哈卡 地圖左邊藍方 阿薩斯 這邊Rail 小智則選奧利爾 盧米則選擇泰瑞爾 36則選擇這個 果然像這個講的竹爾金 阿爸則是有選擇這個黎明 那上面蛋哥則是 Bluway選擇 那這邊就來看一下36的竹爾金玩得怎麼樣 其實紅隊這已經拿了一手好牌了 就要看他們會不會 能不能發揮的出來 我自己是 這樣看起來啦 我自己是比較看好DFF的陣容 黎明居然沒有點一個技能盾 所以其實DFF 只要一開始能夠全部貼上去打 卡切仔是能夠安全輸出的 這邊第一時間有發現對方的調動 非常好 竹爾金第一等天賦不是W 那很有可能不是斷頭服 沒錯 這樣的話其實還不一定 這邊我真的看起來 我是比較看好DFF的 你剛剛是不是 穩定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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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皮肉 我覺得他們陣容是充分可以去打DFF 可是感覺就會出皮肉 因為你剛剛 你要對他們有信心 突然就一個鍵盤 你要相信Deno他們的認真 鍵盤燈出這樣 不用害怕不用害怕 要給他們一點信心 正面能量好不好 那中路塔薩達對黎明其實還蠻穩的 可以 那上面一樣嗎 E單配合這個 打卡 應該也是打不出結果 所以主要還是要看下路 下面這一邊的 血量交換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竹爾金應該是完全切不動卡線 打下去完全不扣血 癢癢的 不過畢竟 有奧利爾這隻血量力非常好的 輔助英雄 這邊可以看起來 其實在前期第一波的想要互換來講 DF已經先回去喝水了 其實有時候看卡西亞的射程 你就會懷疑他真的是原層英雄 這有點短 他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後排 他算是中距離吧 對 中距離的英雄 他是需要一個 是一個需要貼身的後排 其實這這樣的後排還是有像閃光 沒錯 那這邊S是做了一個換位 讓伊莉丹去吃野 兩邊是一個鏡像開局 其實我還說到閃光 我還真的沒有看到台灣隊伍拿閃光這隻英雄 因為其實這隻英雄在歐美跟韓國 是會有選擇率的 其實他們應該會用 但是比賽就比較少拿 還是球穩這樣子 這個兵完全沒有在瞄你 還是點掉這個塔 這裡共品的位置還不錯 這樣的話如果會戰拖得久 紅隊的雙胖是可以拆得很爽 對 這邊想要突刺 有點兇喔 有點兇 我覺得太急躁了 應該要讓阿薩斯先控到 沒錯 或霧色先控到 因為他們沒有草層視野 對 智慧直接撞到臉上 這邊威廉的血量有點不太好 那這邊第一時間 一旦進去騙一下招 轉回來 那目前為正型來講話還可以接受 這個是填到誰 填到對方的這個太熱了 不過他有一開始死是免錢的 他前期的這個 步道還是蠻痛的喔 這邊第二波 還做不交戰 這邊威廉的血量被拉得有點殘 單哥血量也有點少 這邊塔薩塔如果在側面的話 其實對面供皮不好拿 對 丟個電 電到電到 那這裡下路的雙胖正在推進 其實拖久了 紅隊是有力的 沒錯 因為下面的雙胖已經在推塔 沒有意外阿現在已經在推塔 對 瘋狂的丟 哇 球有點重 好這邊三六來做一個主牢 那側面這邊感覺可以看到 單哥已經往下做個遊走 這邊感覺到要放 那藍隊其實也很聰明 我知道這個局面對我不利 我直接先放一個供皮做回手 把損失撿到最小 對的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啦 就是 至少沒有被雙胖牙都被拿掉 對 那這邊下面一樣是跟阿卡 持續在這邊單哥做個對線喔 喔這邊抓了機會 第二波的節奏帶得不錯 已經在刺客四起了 那這邊的話 紅隊吃也是比較慢 我覺得這邊有點慘 這個 喔卡西亞居然衝上去E小兵 對 其實他在移動的時候才有被動的加成 所以其實他在放E的時機是 要很小心掌握的 對有時候 欸你知道卡西亞有個BUG嗎 就是 我之前玩卡西亞的時候阿 就是 我有個立場 他按下去的時候我按小兵 他用非常迅速的速度 他會跟瓦里安一樣就是直接繞過去 對 繞一大圈 然後我還有遇到一個BUG是 他繞了兩大圈就沒有跳出去 然後又回到原地 他可能就是一個指定技吧 對 我覺得那應該不算是 BUG 對有點 我之前有 就是我按E結果對面位移 然後我直接衝到人家家裡 真的假的 對 你說他背回家然後你直接 對 但是我還是把他戳死喔 在對方家裡把他戳死 對 因為他已經剩最後一刀了 喔 瞭解 這邊想要來蹲點喔 這蹲得不錯可是太擠了 我覺得 哇 還沒有冰到 不錯 這個其實有機會擊殺 傷害夠 其實讓對面撞到草叢再打就可以了 對 哇 剛剛其實 我覺得X剛D時間 完全沒有知道他們蹲在那邊 對 其實 我覺得那個位置蹲得不錯 像德哈卡就是蹲在這 等人進來就可以了 對 那你現在已經 再蹲來不及了 對方可以明顯知道那邊 有東西在 喔 這邊勾到了奧利爾 沒有接兵 沒有接可是慢了 我覺得這邊DF應該要退囉 該放了 該放該放 狀態不好就不要硬打 我還想要做第二波的干擾 其實還可以 斷了一下 拖了一點時間 對 讓自己有足的時間去補線 這邊真的蠻可惜 因為其實這一 第二季品開啟的時候 這個兵線對DF來的非常有利喔 而且他如果剛剛真的有蹲到 抓到竹爾金 或者是誰便一隻 對 開戰在人家塔前開 他們是很容易就龜縮進去 如果能夠等對面再進來一點 德哈卡再鑽出來 其實是GANK的機率會非常高 所以這個GANK其實就無關你的操作了 就是你的觀念 你什麼樣的機會GANK成功率高 對的 哇剛剛真的沒有達到真的太可惜了 對 那你技能放得準不準 失不失誤那是你個人要練 重點是你要創造一個GANK成功率高的局面 對 結果沒想到把BANX先拿到上塔喔 你看在掉一個上塔的情況下 經驗值其實DF還稍微領先 你就知道其他前景是有點優勢喔 對不過這邊其實能夠平局我覺得就不錯了 對 朱爾金還在考慮 直接是選了這個戰無不勝 對的 所以斷頭服我覺得是沒前途的 沒錯 好 欸這邊抓個機會想要做一波強開 但是 德哈卡 德哈卡在哪裡沒有一個無敵 開得還不錯 德哈卡後面的 喔這繞得非常漂亮喔 有機會做一波吉拉勾到奧利爾 所以你最後沒有丟出來 好 這一波 看來DF要獲勝了 這個繞背非常漂亮 對這個德哈卡 從這個地方 從後面來喔 其實德哈卡W很痛 他剛剛W到了三個人 那這裡又拿下 關鍵的第二個共品 這個真的很關鍵 如果剛剛水晶順利 早點丟出來 是有點機會的 但只能說DF這一場就開得蠻好的 夠果斷 不過蠻可惜啦 是這個事情沒有拿到 可是剛剛他們在窄口開戰 我以為他們是有立場 結果不是 是執政官 這樣的話其實如果在窄口 對面貼得緊一點開勝的話 我覺得還很難說 對的 那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DF有一個等級上的優勢喔 那這邊 這裡 所以開BOSS選擇是正確的 對 但是 他們的陣容 是太慢 沒錯 所以 通常在這個時間 你開BOSS的想法是對的 但是你必須要考慮你的陣容 再去做戰術的變化 對 你這邊吃了一個BOSS 但是你 封塔被推掉 不過AS沒有發現 喔是發現了 ED單直接是開了BOSS 這樣的話 互換一個BOSS 可是多掉一個外寶 對 你看人家外寶打完 去看下一BOSS 你這個BOSS還沒吃完 對 這個貢品開的位置非常好 但是 剛剛 因為外寶掉了 所以最關鍵的水池也沒了 那這波會戰 沒錯 塔薩達要能夠拖住對面拿到貢品 對 其實這時候要是有立場就好 對 有立場就好 拖得住嗎 把他打下馬 欸欸 結果你怎麼往那邊走 欸冰到了 不過黎敏的 烈光波是斷到了塔薩達 對 斷到了烏射 有機會嗎 差一點還沒有 一個追獵 被迫要補一單 要補這個阿薩斯喔 喔 水晶生育沒有給好 哇 現在這個補量 窄口卡西亞傷害非常的爆炸 沒錯 他就開擴散進去點 加這個閃電球 你拿他沒有辦法 沒錯 我只有一個靈敏能夠打他 哇 這一波 所以其實這個陣容 來講的話 DFF只要能夠 穩定發揮 就能夠 打贏 因為這個陣容 克制太明顯了 對 你看這樣我說的沒錯嘛 等一下等一下 你就這麼不想他們贏嗎 不是 你先冷靜一下 你要讓我有我的自信好不好 對不對 你都說這個陣容強的這樣子 好 我就相信你嘛 我也相信自己 我相信你會失誤一次 這是失誤喔 這就不是吧 這應該算是失誤吧 對 因為這一波賺了四個人頭 又開了祭品 又有一個BOSS斜推 其實他的資源拿到非常多 趕快撈 那德哈卡又可以多吃一條線 對 其實這個你只要能夠趕快上到16 還有得打 沒錯喔 好 這邊 欸 阿薩斯的走位還可以 欸 這裡要打嗎 我覺得 還是等這個詛咒結束再打比較好吧 其實 竹爾金在切 不論是卡西亞還是阿薩斯都不好切 那對面還有一個聖盾 這一波直接拉開快兩者的差距了 我覺得非常賺 對 那AX其實他必須要創造一個 他有伊利丹嘛 他必須要創造一個 游擊多打賞的局面 再配合強控 去迅速的做一個擊殺 但是他們少了強控 那後排的輸出其實又跟不太上 對的 所以其實 朱爾金在這個陣容裡面顯得有點多餘 沒錯喔 其實這邊來講真的是蠻意外拿這隻英雄的啦 對 那這邊 覺得是一個信仰 就是 3-6嘛 他想要玩這種比較特殊一點的英雄 那這邊來到了 TF的一個優勝局 他這邊其實慢慢打 9-16等 再來跟你做下一波進行爭奪 不過這裡的分配感覺有點失誤 就朱爾金應該要在邊線 對 其實他在中路其實蠻意外的 因為通常來講的話 應該是隊伍在中上或中下 對 那其實在中後旗向外塔都拆光的情況下 DF感覺他的這個有點迷茫 對 不知道該做什麼 好 這邊想要來做一波壓制喔 把這塔拔掉 但第一時間其實 S已經先回來了 那這邊 他其實吃了不少傷害 其實朱爾金有盾力突擊的情況下 你應該是去邊線去收線會比較好 對 那你剛剛在中路的時候 你又沒有掌握到對面位置 其實你上下在移動都很尷尬 對 而且其實剛剛大家有看這個經驗值的細微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S還有慢慢的拉近距離 不過在16等強壓是好的 因為接下來其實S可以連放兩個攻擊 甚至三個都可以 我就要求一個天賦差沒有的情況下 做一個開戰 對的 所以這時候DF就要趕快強攻 沒錯 那其實這邊S也非常了解 這時候千萬不能被這張強開 所以這邊相當的打比較保守 單哥也不太敢往前壓 泰爾在上面做一個吃線 那下一波祭品 我覺得估計也是放掉 我先上16點再說 不過這裡居然沒有強打 那 很容易就讓S拖到16 這邊要嘛你就強壓 讓伊利丹回來跟你B站 對 或者是你去GANK這個邊線的伊利丹 沒錯 因為其實對於DF的陣容 他們聚集起來的強度是比較強一點 而且這裡蹲草 這有機會喔可以打 要打 不是這裡他們蹲草的情況下 塔薩達居然給了一把電 對 喔這裡偏出了水晶生育 還行還行我覺得還不錯 欸欸欸 哇3-6有點囂張喔 全部的隊伍往後突然一根往前走 這裡 在隊友蹲草的時候 他剛剛塔薩達偷丟一把電 結果被發現 只好趕快衝上去 我覺得這一場來講 他們真的都打太急了啦 就跟上一場一樣 蹲人的時候其實都沒有 沒有那個耐心 其實晚一點 我這裡伊利丹 剛剛好像飛了德哈卡 飛回來 要趕快刷一下 現在要16等了 16打17喔 可以的可以的 我其實剛剛經驗值原本是 快要兩等喔 現在已經被拉開這樣子了 那這裡 這裡 這個細節不錯 算好BOSS時間直接Rush 不過 S已經16 而且他知道你在開 這次的真的是有點慢 對有點慢 這裡如果被泰瑞進來就糟了 我覺得必須要直接放掉 對 要放了要放了 哇這個BOSS在後面 Gank了 一個漂亮的推喔 不過泰瑞這邊插件竟然有點太快了 喔閃電友跳起來 上來非常爆炸 奧利也被控制住了 直接被帶走 哇這無敵交得還行 但是很可惜沒有把他這個 那這一波 所以已經開大只是完死幾秒而已 對 完死幾秒還是要死 那Diff很聰明啊 我知道你泰瑞有結界 我直接放掉 那阿薩斯他直接走正面喔 他也沒有繞背 直接嚕進來 你所有人都打不動他 對對 死屍鬼我就慢慢的吃 其實對面這個陣容 你黎敏你要擊我阿薩斯 一堆屍屍鬼在外圍你也很困難 沒錯 這裡拿到第二個貢品 再加兩個BOSS 這兩個BOSS應該都拿到 對 那S你在防守這兩個貢品的時間 第三個貢品又會被第二個貢品拿走 所以其實這個雪球是很大顆的 對的 而且剛剛一個靈幻三喔 我覺得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沒有想到對方其實 壓進來的時候壓力給的這麼大 而且剛剛閃電球其實傷害非常夠喔 而且重點是 跟阿卡剛剛這個舌頭還不錯 有控制住這一個奧力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 又拉開兩等差距 而且這邊是直接拿雙BOSS 而且等一下還可以再開一波詛咒 而且在有阿薩斯的情況 你不要這樣 我就問你嘛 你再拿詛咒雙BOSS 你覺得這個輸的概率有多高 你平良心講 你不要因為我講 你就覺得 上次的比賽我也是這樣認為的 大家都衝進去了 就一個主堡 結果就突然風雲變色 不是那不一樣 現在這是台灣比賽 好嗎 我覺得這拿一個詛咒雙BOSS 真的是要拿下來 所以你的意思是這個你也挽回不了 這很難拿 這太難了 這個優勢大喊這樣 而且共敏開的位置還蠻好 沒錯 等於是你拿了又可以直接跟推 又跟推的時候又上20的 我這裡有發現喔 唉唷 這個啊 趕快開戰 你這要放 你這要跟我開玩笑 你這要放給他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進的位置不是很好 還可以接受 開大嘛 撐一下下 這邊我不太敢講 我覺得有點抖 還可以這邊有換到對方 這個阿薩斯應該還是要死 換掉 我第一時間 救到了喔 那這邊一個 還是很贏 你沒有辦法阻止他的話 他的速度還是很爆炸 不過我看得出你剛剛很努力了 你有慢慢影響這個戰權 可是我剛剛那個會戰 我剛剛知道我不敢亂講話 因為 我覺得有點害怕 不是不是那個會戰亂講話 是這個會戰發生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我連那個BOSS被拿走 我都有點意外 你知道嗎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吃的不快 不過這個共敏位置開得很好 沒錯 那在有阿薩斯的情況下 後排其實很愛點這個處決者 他只要入進去 我就是瘋狂的輸出 不錯 好這邊DW扳回一層喔 比數戰成1比1平手 現在又難講了 我覺得 我們必須要公正 我們不可以這樣子 不是 我很公正 剛剛 我覺得我們任由這個比賽 不是 你就以一個 事實一個邏輯 通常我們先說LO5 打MVP那場好了 你對方你滅他 全滅喔 你死了一隻ETC 你四個人 對方沒有內保 你是不是去打主保 幾乎都會贏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世界上是有奇蹟的 能夠自由的操控這個奇蹟的發生時間點 是很厲害的一個技能 我覺得這個只是一個意外 剛剛那邊也是啊 剛剛那邊也是 你看你拿了詛咒 又有兩個BOSS在手 怎麼看都不太可能輸 雖然說最後一個 因為可能BOSS真的是死太慢了 所以他掉了BOSS 但是最後結果還是正常的 對其實選擇會戰 選擇放掉BOSS打會戰也是不錯的 對 但是剛剛突然很抖 沒錯 幸好最後是贏了 我也有點害怕啦 那這邊來講話 其實真的很難講 雖然站成一比一平手 那下一場就是決定 誰可以先進一次搶了 那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精彩比賽比賽 就馬上回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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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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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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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